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,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透过临时动议,撤销先前中常会决议的全民调方式,授权中央提名小组严定策略,不再必采全民调方式决定人选。 争取参选新竹县长的国民党立伟林为州强调将自己进行四次全民调,最后依此民调依据决定参选与否,至于是否拖党参选,他强调这都有可能。 国民党中常会去年10月原先决议以全民调方式,处理经协调后仍有2名以上参选人的地区人选问题,但中常会周三提出临时动议,撤销原决议采用全民调方式,授权中央提名小组严定策略,不再必采全民调方式决定人选,新竹县长提名方式因此产生变数。 林为州今天召开记者会,直言终结桥文化,只有靠制度,他说,自从去年国民党中央提名小组第29次会议决议采用全民调方式后,各地无法协调出一人参选的县市,如台北市、清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基隆市都采用全民调,如今只剩新竹县,林为州强调,自党中央去年做此决议后, 就一直照此方向去努力争取全民支持,但他再三、四月开始感觉到气氛很怪,其他参选人整天跑党中央拜访大佬,结果最后就翻案,将适用全国的全民调境在新竹县改变。 林为州强调,此变更有事法性问题,会有他们一直批评民进党的肃其进往及信赖保护原则问题,此办法太粗暴,他争取的是著度及国民党的形象,不希望被认为国民党不止人选,连游戏规则都能用巧的。 林为州透露,在当下开记者会的同一时间,他耳闻新竹县党部邀请特定候选人召集干部门去开会,让党中央的四位代表如秘书长曾永泉,副主席郝龙斌,副秘书长杜建德,组发会主委李哲华等去听意见, 但他完全没被通知,林为州强调,党中央不做,他就自己做四次全民调,寻求公众第三方进行,公布后若他赢就会参选,若输了就会摸摸鼻子辅选,对于是否不排除妥党参选。 林为州表示都有可能,但他会尽全力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,会按照民意的指示去参选。